痛苦的沉溺在性淫里,女患者坦白亲身经历,忍不住想疗人,向大脑嗑了药,关注健康,共享美好生活。 大家好,我是您的朋友小颖,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,你对自己的性生活还满意吗? 性很美好,但是却也能给一些人带来痛苦,甚至毁掉生活。 今天,小颖要带大家了解两个特殊的群体,性淫者和性冷淡者。 一,性成瘾,沉溺在性淫里的人,你知道什么是性与恋爱上瘾者互借协会,斯拉吗? 一个起源于美国性淫者自救的组织,已经隐秘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,我似乎生来就是一个性淫者, 阿辉可以说是国内第一个,接触斯拉的人,在四岁的时候,他就学会了自卫,但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干嘛,只是觉得很舒服。 中学时期,阿辉就总是和不同男生约会,隔三差五的换恋对象,终于在大学时期,他爆发了,很少保持一段固定的男女关系。 二十六岁不入婚姻,但是因为在性事上无法和丈夫调和,最终离婚,性淫不仅仅破坏了他的婚姻,也摧毁了他的工作。 阿辉是干销售的,经常要和客户见面应酬,但是他总和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类似于撩拨的行为。 一些客户刚刚恰谈几天,就和他提出上床的请求,生意也黄了。 就这样,他丢掉了工作,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,他也很难再交到正常的朋友,和异性交往,明明一开始是很普通的吃饭,玩游戏等社交,最后去经常以房市告终,而同性对他更是避之不及。 因为名声太臭了,从23岁到39岁,阿辉一共和40个人发生过性关系,也因为性淫,失去了婚姻,工作,朋友,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迷茫之中,感到孤独而又无助,仿佛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,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,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 2011年,阿辉找到了心理咨询师,对方说,他的这种情况,其实就是对性上瘾,性成瘾症,在心理学上叫做性冲动控制障碍,对性行为有严重的依赖,日常生活中经常性欲抗尽,甚至为了发泄欲望,可以以婚姻,工作,健康等为代价。 最后,经过辗转,阿辉结识了性与恋爱上瘾者,互借协会,斯拉,成为了其中的一员,性淫者的发病率大概为5%,大部分患者都是男性,占比约80%,像阿辉这样的女性并不多见,目前针对性成瘾的研究不多,主要病因可分为三种。 一,不当的性教育,小时候的性信息和性经验,可以对成年后性行为产生深远而持续的影响,据统计,41%的性淫者在12岁之前都有接触过色情刊物,影片,没有长辈正确的性教育,缺失正确的性知识,通过一些三观不正的色情刊物来学习,容易发展出性淫。 二,心理创伤,一些患者可能从儿童时期就遭受了虐待,或者长大后生活遭到重大变故,然后用非正常的手段来逃避创伤和压力,用来平衡心理,但是过度依赖往往容易造成上瘾,对其不可自拔。 三,生理疾病,性欲的产生依赖于性激素,当患上脑垂体瘤,身上腺肿瘤等内分泌疾病时,身体的激素会处于紊乱的状态中,导致性欲抗静,患者频繁的想要发生性行为,凡事都有两面,有的人对性事上瘾,也有人对房市感到厌恶。 二,性冷淡,最亲密却又最陌生的爱人,和阿惠不同,阿娟似乎是一个生来就没有性欲的人,在小时候,父母总是以一种极其严肃和保守的态度告诫她,作为女孩子,谈论性是不合适的,她应该尽量避免和男性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, 这种观念被强行灌输给她,使她对性产生了抵触感,甚至厌恶感,即使结婚之后,她也本能地抗拒与丈夫发生性关系,因此结婚三年多,夫妻之间最亲密的行为,也止于拥抱和拉手。 后来,婆婆告诉她,结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但还没有孩子,周围的人已经开始议论纷纷,这种压力使她感到焦虑和不安,于是她开始尝试着与丈夫进行性生活。 然而,每次当性行为即将发生时,她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反感和恐惧,身体反应和内心的抵触感,让她感到非常痛苦。 因此,当她怀孕后,她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借口,可以不再面对这种痛苦,她已照顾孩子的理由,不再与丈夫发生性关系。 很多人都知道男性会得性功能障碍,却不知道女性同样可以发病。 据统计,中国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约为53%,比男性还高,而性冷淡正是其中一种类型。 她的产生既有心理原因,也有生理原因。 一、心理障碍,长期背负着心理压力,可能引发性欲的减退。 一些人错误的理解性是不健康、不道德的行为,从而给自己的性欲,增加了沉重的负担。 另外,事业、人际关系、家庭等环节中的挫折和不幸,也会给心情带来抑郁和悲愤, 进而影响性欲。 二、生理疾病、糖尿病、甲碱、卵巢早衰等内分泌疾病,也可能会让女性性冷淡。 比如甲碱,甲状腺素参与性激素的调控。 甲状腺功能下降时,甲状腺素分泌减少,也会导致性激素含量下降,从而诱发性冷淡。 三、身体衰退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体技能的衰退,女性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性功能改变。 其中一个就是性欲下降,因为磁激素水平降低了,欲望也变得难以唤起, 而且磁激素的减少,还导致阴道甘涩,产生性交痛,致使性生活体验大幅度下降,也容易让女性对夫妻生活提不起性质。 中国人对性一向是讳莫如深,性成瘾和性冷淡,成为了很多人不可言说的痛。 其实这两种病不是绝症,尽早干预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。 视频看到这里了,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,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。 三、每个月性生活多少次算成瘾,多少算冷淡,怎样的性生活频率,才算成瘾或是冷淡呢? 目前医学上没有非常明确的数据,不过美国健康促进协会提出,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,有可能就是患上了性成瘾。 一、无法控制自己的性行为。 二、无论何时何地,无法自控地进行性幻想。 三、因为性伤害了他人,给自己的家庭、伴侣、工作等造成麻烦,而针对性冷淡。 如果存在下面六种情况,并且持续六个月以上,可能就是中招了。 一、性生活的性质减少。 二、性幻想减少。 三、性生活开始时,对伴侣的反应减少。 四、性生活中能获得的愉悦度和兴奋度减少。 五、对色情暗示敏感度下降。 六、性生活中私密部位的感受减少。 性成瘾和性冷淡,可以到专业的心理门诊,或者男女专科门诊就医,切莫走极端。 性瘾者的治疗不等于禁欲,而性冷淡的治疗,也绝不是进行无度的性生活。 保持恰当的性行为,才是根治性成瘾和性冷淡最好的方式。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,也更应建立起良好的性关系。 2000年,世卫组织联合多个机构,提出负责任的性。 这一概念,一段负责任的性,应该满足自主、亲密、诚实、尊重、同意、保护, 对快末和健康的追求七个要求,不妨看看你有没有达标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,请转发给您所爱的家人。 其实您所拥有的一切呀,都是您自己所吸引来的。 您想吸引什么,您就会收获什么,您想拥有健康吗? 如果您想拥有健康,就在评论区打上四个字。 我要健康,您一定会收获健康的。 关注我,关注健康。 。